Hi 大家好 除了用Google 找資料之外 Google 亦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用的服務 給我們免費使用 包括有 今天跟大家講解一下 如何用手機開啟Google account 也就是Gmail 然後就可以用這些免費的服務 首先我們打開瀏覽器 即是browser 在搜尋空格中輸入 accounts.google.com 按確定的鍵 不同手機有不同的鍵 我的是Go 在這個sign in page 如果我們有Gmail account 就可以在這裡登錄 開一個新的Google account 就按create account 這個新戶口是給我們自己用 所以接著我們按for myself 在這一頁我們要輸入我們的名字 我們的姓 想好的電郵地址和密碼 在這個網絡時代 科技是非常發達 當我們要輸入個人資料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保護自己的私隱 我們要想清楚用什麼名字 或者有關個人的資料 電郵的名字最少要6個字 最多30個字 可以混合任何26個英文字母 數字、0到9和小數點 密碼的要求最少要8個字 它需要包含英文字母、數字和標點符號 當輸入了一次密碼之後 你需要再輸入同一個密碼一次來確定 如果你想看看你所輸入的密碼是否適合 可以按四方格 soul password 來顯示密碼 好,我這個account是叫Donald Duck 接著輸入想好了的電郵地址 如果電郵地址已經被其他人登記了 Google會顯示紅色字來提醒你換另一個 接著輸入想好了的密碼 再輸入一次來確定 接著按Next 在這一頁你可以考慮要不要輸入手機號碼 或後備電郵地址 來防止其他人冒充你登記你的Google account 或者用來補救郵箱 這兩個資料不是一定要輸入的 接著Google會問你的生日 這是個人資料,你們要想清楚才好輸入 這是問你的性別 你可以選擇公開或不公開都沒問題 輸入好之後就按Next 去下一頁 這一頁是關於個人私隱和使用的條例 看清楚內容,再按More Options 來顯示其他內容 如果你同意所顯示的內容 就按I agree 恭喜你! 當Google顯示Welcome 也就是歡迎 旁邊有你的名字 就代表你已經成功登記了你的Google account 你就可以開始用它的免費服務 在歡迎字句上面有一個有顏色的圓圈 中間有一個英文字母 或者在右上角有同樣的顯示 就代表你已經登錄了 英文字母是你的名字的簡稱 現在你不單止可以用Google的免費服務 又可以看完YouTube短片之後 給評語和點讚 OK,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短片 就記得給評語和點讚 下次再見,by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bye!